听众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思想真言第二十七章 愿上帝智慧的真言 今天使我们的心灵苏醒 使我们能够走在上帝的正道上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尚且不能知道 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石头重沙土沉 愚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唯有嫉妒 谁能敌得住呢 当我们很多事情很顺利的时候 就开始飘飘然了 那常常为明天我要干嘛 明天我必能够成就什么事 就心中骄傲自大自夸起来 远离了倚靠上帝的心 这是我们一定要去留意 被圣灵提醒的 因为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根本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第二节要别人夸奖你 不可用口自夸 等外人称赞你 不可用嘴自称 这边是提醒我们 我们都喜欢自夸自大 你如果真的做人做事 都做得很好很对 很有价值容神义人 其实别人自然会给你feedback 别人自然会称赞你 你不用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喜欢自夸的人 永远如同一个不去照镜子的人 他永远没有办法看清楚 自己生命真正有几斤几两重 第三节石头重沙土成 愚望人的恼怒 比这两样更重 愚望人就代表说 他不愿意倚靠上帝 那愚望人的恼怒 他不愿意倚靠上帝 他心中就永远在 愤怒啊生气啊懊恼 好像生命里面 装了很多很重的石头 很沉的沙土 不得自由 也没有上帝来的喜乐 因此呢 应该要回来倚靠神 我们生命就能够走 这个清神喜乐的道路 第四节 愤怒为残忍 怒气为狂澜 唯有嫉妒 谁能抵挡得住呢 这边讲到说愤怒 或是怒气 虽然他很残忍 很像波涛汹涌的巨浪 狂澜一样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 更可怕 更不好的事 就是嫉妒 当嫉妒一来的时候 这个谁的心都抵挡不住 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心里面开始有嫉妒 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他自己已经对自己 已经失去了 这个防守的能力 基督会使人疯狂 当面的责备 强如背地的爱情 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 仇敌连连亲嘴 却是多余 人吃饱了 厌恶风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忠言逆耳 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此当面的责备 跟第五节第六节一起看 好朋友当面的责备 会让你觉得好像你会受伤 但是他如果是出于忠诚 和真实的友谊跟真理 那这样当面的责备 就算你当下觉得不好受 也强如背地的爱情 背地的原文是隐藏 强如隐藏的爱情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你真的爱我 其实你就当时候就应该要 跳出来对我说真话 这样才是真正的帮助我 不然隐藏的爱情有什么用呢 不如显明跳出来的 这个忠言 这个良言来归劝我 那更何况有些仇敌 是这个口蜜附健 这个他对你连连亲嘴 对你的生命却是多余的 一点帮助都没有 可是我们都喜欢听怎么样 好听的话 因此呢 朋友的伤痕出于忠诚 这个怎么样 这个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第七节人吃饱了 厌恶蜂房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被上帝的祝福 跟上帝的真理充满的话 那你其他的事情就不能够随随便便 引诱你 就好像一个人吃饱了 那再甜的蜂蜜 也不能引诱你去吃 那一样一个人如果生命他饥饿了 他里面很空虚 因为他没有让上帝的真理 跟上帝的爱和喜乐充满他 他就是一个生命饥渴的人 那一切苦的东西 他都饥不择死 拿来就吃 甚至还觉得很甘甜 变成他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是被他充满的 以致我们不会击步择死 狗急跳墙 人离本处漂流 好像雀鸟离窝游飞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叫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去 相近的邻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我儿 你要做智慧人 好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 那计较我的人 第八节到第十节 在强调 我们生命中要有良友 要有好的朋友 强如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亲戚 甚至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因为人有时候就真的会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第八节所说的 我们也都会离开 我们的原本的原生家庭 那人在外就要结交 有益于我们的良友 那教会里面要结交 好的属灵的同伴 或是好的属灵的遮盖 可以来帮助我们 高油跟香料 会使人的心喜悦 那但是有更棒的东西 就是朋友诚实的劝勉跟教诲 也是如此的甘美 所以呢 不论是你自己的朋友 还是你父亲的朋友 也就是说 这些值得交往的好朋友 都不可离弃 因为生命的关键时刻 他们是可以对你提供 真正帮助的人 十一节 我儿你要做智慧人 叫我的心欢喜 使我可以回答那 讥笑我的人 真言里面我们谈很多了 当你走上帝的道 不仅你会得尊荣 连你的父母也会得尊荣 反之偏行极路的人 自己最后的生命 是羞辱 也会羞辱你的家人 通达人见祸藏朵 愚蒙人前往受害 谁为生人作宝 就拿谁的衣服 谁为外女作宝 谁就承当 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她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拦阻她的 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游 通达人就是聪明人 他会远离一切错误的事情 远离祸患 愚昧的人就是怎么样 哪里有坑哪里跳 心里面又骄傲不受教 因此一直往坑跳 为外人作宝 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 就是很多人他生命的课题 他需要自己去面对 你不是神 你不要挡在他跟他生命课题当中 这样你不仅没有帮助他 也让自己卷入痛苦的漩涡里面 十四节清晨起来 大声给朋友祝福的 就算是咒诅他 这句话很有意思 咒诅 祝福朋友有什么不好 但是你 你时间不对 大清早的朋友还在睡觉 你到他旁边 大声的奉主耶稣利明祝福他 这根本不是祝福他 这是在咒诅他 告诉我们说要会看时机 不然就适得其反 很多时候 你真的是在出发点是好的 可是你的时机不对 你的方法 方式不对 反而对别人造成伤害 十五十六节 大雨之日连连滴漏 和争吵的妇人一样 想拦阻他的便是拦阻风 也是右手抓油 这边告诉我们说 这个下大雨 屋子里面也漏水 让人觉得心烦意乱 那这个和争吵的太太 也是一样 当太太失去了理智 你想要去拦阻她 你是拦不住的 就好像你要去拦阻风 是拦阻不住的 你用手要去抓油 也抓不住油 这个不是说要去嘲笑 生气或情绪失控的太太 真言每次讲这个时候 都是提醒我们 要正视夫妻的关系 要好好去解决夫妻相处之道 而不是一味逃避 或是放任她 在那边事情越来越糟糕 越来越恶劣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也是如此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 必得尊荣 水中照脸彼此相扶 人与人心也相对 朋友相感原文的意思是 磨朋友的脸 铁跟铁互相磨 就会磨出利刃来 那一样朋友跟朋友脸 一直磨合 也会怎么样磨出 这个好的友谊 跟美好的关系 那朋友之间也是一样 友情都是需要考验的 人跟人的关系 弟兄姐妹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是需要时间来磨合 磨合虽然过程会不舒服 但是磨合出来之后 便是怎么样 非常美好的关系 因此不要随便的 从跟人的关系的磨合中 逃走或撤退 也不要随便就对这样失望 它都是有过程的 磨出来之后就成为 良好的友谊 铁跟铁磨出来之后 就成为有力量的兵器 因此不要逃避 人际关系的磨合 十八节 看守无花果树的 必吃树上的果子 敬奉主人的必得尊荣 这边告诉我们 忠心必得奖赏 在我们所蒙召的岗位上 好好的忠心 为主做见证 荣神义人 必得奖赏 也必得我们 看守的产业 他所生出来的果子 不论是做父母的 做儿女的 做领袖的 做仆人的 都一样的道理 忠心在你的岗位上 必吃 你所看守的无花果树的果子 十九节 水中照脸彼此相伏 人与人 心也相对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你去水中 看这个水的时候 就会看到你自己的脸 同样的 一个人的心 也会 照出来 你这个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 你自己 也就是说 外貌 外表 看不清楚 但是你好好的沉淀下来 你的内心的状况 会反映出你真实的自我 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 人的眼目也是如此 顶未炼银 炉未炼金 人的称赞也是炼人 你虽用楚将余望人 与打碎的麦子 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愚望 还是离不了他 再次告诉我们 人不要贪婪 特别眼目的贪婪 看到什么都想要 看到什么都想要 去抓取 那这就如同阴间跟密网一样 永远吞吃不满足 21节 顶为炼银 如为炼金 人的称赞 也试炼人 什么意思呢 你要去炼出 贵中的金属 如同金啊 银啊 他需要有一个容器 然后来熬炼他 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能够熬得住 那一样 我们生命被磨炼 生命被试炼 也需要透过人对我们的评价 人对我们的feedback 来使我们做适当的调整 我们自己 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好的 我们或是神对我们的评价 是好的 在神面前被神悦纳 让我们继续 在美善的事情上持守 同样在这过程中 别人对我们有所批评 有所指教 圣灵对我们有所提醒跟光照 圣经对我们有所责备 那我们就怎么样 要去调整自己 这过程会不舒服 但是这是使我们生命被熬炼 能够成为一个纯正的人 必经的路程 所以不要小看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或评价 这时可以让我们调整我们自己的脚步跟态度 22节 你虽用主将欲望人与打碎的麦子一同倒在旧中 他的欲望还是离不了他 这句话很传神 也就是说 麦子都被磨碎了 可是欲望人的欲望永远磨不碎离不开他 代表说一个人他如果不愿意谦卑来寻求神 他生命中的欲望就黏着他永远离不开他 必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景况 留心料理你的牛群 因为资财不能拥有 冠冕岂能存到万代 甘草割去嫩草发现 山上的菜书也被收敛 羊羔之毛是为你做衣服 山羊是为做田地的价值 并有母山羊奶够你吃 也够你的家眷吃 且够养你的婢女 23节到27节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上帝所赐给你的产业 赐给你的角色跟岗位 你要忠心的勤劳的尽责的去经营 你要去了解你的 好像你是个牧羊人 你需要去了解神所赐给你的羊群 牛群的状况 你不能待乎职守 因为人的财产不是永远都会属于他的 如果他不好好经营 荣耀的冠冕也不会存到万代 如果你不好好来经营 谨慎并且忠心的来经营的话 那这些都会被夺去的 就如同这个甘草 这个草生了又长死了又长 变化莫测 同时也是提醒我们说 留意羊群所吃的这些草 代表什么 就是说要把羊群管理好 你也需要去了解 养要到哪里去吃草的问题 代表你要用心 要用心经营 不论你是做什么的 都要用心好好经营 不然所赐给你的机会跟产业 也会被你败掉 也会在你手中就流失了 那如果我们好好的经营的话 这些羊羔的毛 可以做我们的衣服 那我们也可以卖羊 来买田地 并且这个羊奶也够我们 自己吃 也够我们家人吃 也够我们的婢女 也是跟随我们的人一同享用 好好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不要做糊里糊涂懒的管家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赞美你 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时候 主啊需要被磨练的 不论是与朋友的关系 好像铁磨铁一样 主啊不论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 好像人的称赞 可以来熬练我们的生命 有讨神和讨人喜悦的事 得到好的回馈 我们就继续美善的要持守 但如果得着别人跟上帝的纠正 我们就要去调整我们的脚步 调整我们的态度 好叫我们生命 可以被熬练成像金子 银子一样贵重的金属 能够来荣耀上帝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这些年来跟我们一起推动 你也读得懂圣经的运动 在大家一起推广的努力之下 如今我们所制作的 每日言经事业节目 在全球华人世界 每个月都有超过100万人次以上的收看 我相信可以有更多人 能够享受神的话语 独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特别制作这台 Talking Bible读经机 好像是一台会说话的圣经 里面收录了我们所有 每日言经事业的影片 以及一百首动听的天韵诗歌 非常合适你自己在家里使用 也非常合适 送给你的基督徒朋友 以及为信主的亲友 非常希望透过我们的 用心制作的节目 能够帮助更多人 享受神的话语 而且不害怕 读不懂神的话语 愿神的话 真的成为更多人 脚钱的灯 路上的光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